如果有关注上个月8月19号的一则新闻的话 您就会发现就是网络上就流传了一辆深褐色的宝藤S90轿车 然后就冒出了滚滚的浓烟这样的一个视频 在网络上面就疯传 对此宝藤日前发文告证实 上个月发生的这起起火事故是因为 电源接地线连接问题引起的 并且强调S90车型使用的轻度混合动力电池不是事故的原因 那么他们说宝藤和这个吉利产品专家团队进行彻底调查之后发现 当连续大电流通过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连接区域过热 并且可能由于靠近隔音材料而导致热事故 宝藤和他的这个供应商已经采取对策 加强供应商流程控制和宝藤S90生产线的来料检测 那经销商也将会逐一联系所有宝藤S90车主 要求他们将车辆送来进行检查 那么宝藤S90的车主也是可以呢 主动的拨打服务热线1800888398 1800888398这样的一个号码服务热线 或者是联系邻近的宝藤服务中心来了解 并且预约检查宝藤S90的车主 在这里可要注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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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